比東縣政府今天辦理獨木舟 橫渡小琉球的活動 上百名選手從大鵬灣出發 沒有想到海浪浪太大了 許多人四處漂流 體力逐漸不支 海巡貨報立刻救援 救起了三十六名選手 而在新北萬里則是有一艘船艇 救起了一名抱著游泳圈的男子 而且一問之下 他竟然是前一個晚上 酒後跑去游泳 而且是游到睡著了 海上漂浮將近十九個小時 男子坐在獨木舟上 拿著槳不斷滑 但這個浪實在太大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隨時都有翻覆的危險 受困的可不只有 他一位海巡健壯趕忙一一救援 東西給大人拿 小孩先上來 帶著小孩滑獨木舟 體力透支 幸好海巡即可趕到 終於順利登庭化解危機 這是屏東縣府所舉辦的一場 獨木舟横渡小琉球活動 一百二十個人從大鵬灣出發 雖然大火都有受過訓練 但仍不敵風浪過大 這種海象根本難以滑到 小琉球四處漂流 體力逐漸消耗殆尽下 急需救援 現場多艘獨木舟 因海象不佳已四處漂流 海巡艇於該海域持續搜尋 並陸續救起 三十六名體力透支民眾 高雄海巡隊出動兩艘艇 救起三十六位參與活動的選手 送往小琉球白沙漁港安置 化解之常 海上驚魂 不過接下來這一起救援 就有點誇張了 沒關係 不要到 抱著彩虹游泳圈漂浮在海上 船艇發現立即拋出救生圈 將人救上船 這裡位於新北市萬里外海 被送往漁港後 竟消問他為何海中漂流 竟然是前一晚跟朋友救後 說要去游泳 結果下海之後 就在游泳圈上面睡著了 他到達急診室的時候 他跟我們同仁反應說 他目前狀況都還可以 他覺得他不需要就診 這名紅心男子醒來時 人已經漂到外海 漂浮在海上近十九個小時 真的幸好他命大茫茫大海之中 有船艇發現了他 記者綜合報導